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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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就显示 曾任重庆市市长目前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黄岐帆 在一次主题为《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 《新趋势》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讲当中 提到了香港存在的意义不能用GDP来衡量 黄岐帆说 香港和上海深圳等其他经济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别 就在于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既有利于香港的发展 也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因为中国在开放也不会搞资本主义制度 而香港正是一个实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经贸中心 为了论证这一点 黄岐帆还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海外投资 他说过去40年以来 中国大陆地区引进外资 其中一半左右是来自香港 即使这几十年以来 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在迅速的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香港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量的比例 仍然在54%左右 这些资本当然 并非全部都来自香港本地的企业 而是全球资本通过香港这个跳板 进入了中国内地 所以这一半的资本 你可以说是来自香港 也可以说是来自全世界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贸易 黄岐帆说 作为一个大丸之地 香港去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总额 达到了7000亿美元 这些贸易来往 也不是香港本身的700万人的内在需求 而是因为香港是一个世界性的转口 离岸贸易中心 黄岐帆强调 中共几代领导人 包括现在的习近平 都看到了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 所带来的优势互补 最后他总结说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不要以为中央现在看到香港乱了 觉得香港不行了 要用深圳去取代他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李嘉诚突然招恨的真相 中共要给他算总账 中国几大官方媒体的带动之下 对于李嘉诚的围剿到了空前的地步 现在看不出来对这位被称为超人的香港富商 有网还一面的意思 在中国大陆 名声卓著几十年 但是近年来因为撤资 遭批反送中爆发以来 为什么突然怎么招恨呢 根据法管的报道说 香港许多名人商界人士 都不太敢对香港反送中运动说话 有些甚至被迫出来撑警 李嘉诚却出面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在8月16号 在媒体刊登了一组广告 其中最引人热议的是 《黄台之瓜何堪在斋》 诗句是引用自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 诗句的意思是劝皇帝不要赶尽杀绝 被指是引射习近平 而其他几连广告也颇含深意 比如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 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 报道说 李嘉诚提到爱自己 是不忍心看到香港年轻人 在街头被暴打尽血 表现出来的是正常人那种人性 而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 中共恰恰是这三者的死敌 报道说李嘉诚9月8号出席 香港慈善寺的祈福活动的时候 就表示说 他希望香港人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他也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 而执政者也能够对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网开一面 李嘉诚这样的说话很中立很显人性 两面都顾倒了 但是据林宝华分析说 要求对香港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这句话 深深的得罪了共产党 在共产党的眼里 党才是国家的主人 弃容他人来置换 且北京已经视他们为暴徒 让他们来做未来的主人 岂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吗 按照林宝华的分析 李嘉诚深知自己这些话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还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 这也是91岁高龄的李嘉诚对香港最后的回馈 然而李嘉诚这番话出口不久 便招致了中共政法委罕见的严厉批评 指其纵容犯罪 要把香港带向深渊等等 但是李嘉诚的回应也很从容 表示早已经习惯了莫须有的指责 并且表示宽容不等于纵容 这还是在讲道理 希望各自受住本分 然而中国的官方媒体 从此再也没有打住了 从人民日报到新华社专门挑出了一个香港房地产的问题来说是 历生指责香港今天的动荡局面 与李嘉诚这些只顾赚钱而不负责任的房地产大亨们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把香港反送中的风暴与房地产挂钩起来 香港就有一些学者以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出面说话 怀疑北京有借此事件来转移视线的企图 就连跟北京熟络的香港恒龙集团的董事长陈启宗 在观察网问讯的时候也表示香港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香港房地产商的头上 把问题都归咎于房地产商 恐怕是弄错了 还有人说香港房地产阶层控制了政治 这简直是笑话 在他看来香港的确存在着严重的民生问题 但民生不是核心问题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也有民生问题 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社会的危机呢 民生问题明明不复杂 却迟迟解决不了 归根到底还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 还有分析指北京对李嘉诚的不满也是激烈起来的 习近平上台半年 李嘉诚敏感地意识到了威权的压力越来越大 此处不可久留 开始从中国撤资 李嘉诚其实早有解释 他是商人 他的决定是商人的行为 但当局对他的不捧场非常的愤怒 只不过通过官方媒体 发了一两篇的社评来发泄 整体上来说还算克制 但中共记着账呢 这次香港危机李嘉诚于心不忍 出面说了几句话 本来不偏不倚 没想到却遭到了如此的炮轰 也可看作是北京当局对李嘉诚愤怒的总爆发 大陆人传播反送中歌曲被捕 香港议员表示中共就怕民主的生意 香港反政府的示威欲怒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已经家喻户晓 唱遍了全港 但是中国大陆一名活动人士 在网上转发了这首歌曲之后 却遭到了中国当局的逮捕 香港一些议员和亲民主的人士 星期三也就是9月18号到中联办 进行抗议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广州的民主活动人士赖日福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以这是我的祖国 我要让他自由为题 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段 家乡自然风光的视频 并且配上了《愿荣光归香港》这首音乐 三天之后 广州市的公安局将他逮捕 罪名是寻衅滋事 星期三 香港立法会的公民党籍的议员 郭嘉林率领着其他的议员和民主派的人士 游行到了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 强烈的谴责大陆当局逮捕赖日福 并且要求当局将他释放 他们举着标语写着 今日内地明日香港等字句 显示他们对未来香港人权与自由的担心 郭嘉林议员表示说 北京政权在打压大陆民众的民主声音的时候 也妨碍到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郭嘉林表示说 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不希望香港争取民主运动 传到中国大陆去 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而另外一位立法会的议员 梁耀忠就表示说 中国当局对香港反政府示威运动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特别的敏感 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反抗 报道说 两位议员都希望 美国国会能够尽快的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加大对北京和特区政府的压力 不过北京和香港当局 都对美国国会的相关立法提出了批评 称那样做是干预中国和香港的事务 何韵诗警告自由世界 说中共正在拆毁你的家 华盛顿时间星期二 也就是9月17号的下午 在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 与美国国会举行的危机中的香港研讨会上 与会者有机会听到这些来自香港抗争最前线的声音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自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以来 何韵诗便成为了抗争者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 当下香港的警方对于民众使用的暴力程度 和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他说五年前他们更加的克制 现在他们一下午 就会用几百发的催裂弹和橡皮子弹 何韵诗记得第一次被催裂弹攻击的时候 他颇为猝不及防 当时他还和警方发生了争执 他表示说现在他不会那么做了 因为那些警察已经疯了 他说仅仅三个月前 民众还可以和警方来进行交涉 但是现在的警察根本不在乎 他们会随意的推散殴打乃至逮捕示威者 报道说出席当天研讨会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罗冠聪表示说 这场抗争不仅仅关乎于香港 这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战斗 他说三十年前苏联解体的时候 人们认为我们会迈向同一个方向 那就是西方的民主 罗冠聪说 那些政治学者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 一个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 人们把这称作一场新的冷战 报道说一个月前来到美国留学的罗冠聪 也是这场意识形态之争的焦点 在西方媒体当中 他是香港雨伞运动中 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 以23岁之年龄 当选了香港最为年轻的立法会的议员 而后被北京剥夺了议员的资格 他因为民主活动入狱 也因此与黄之锋、周永康一道 被提名了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中国官方的眼中 他却是暴力示威的策划者 港独的头目之一 罗冠聪表示说 当他刚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卷入了一场严重的 轻心策划的网络骚扰和宣传运动当中 这明显是中共当局所发起的 甚至一度升级到了对他个人的安全构成不利的影响 他也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中国大陆市场的商业收入 和宣师强调说 香港的抗争是一场全球的战斗 他呼吁国际社会与香港并惊而战 他说 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任何相信普世价值、自由、尊严、公义 应属于所有人的人 你们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 因为中共政权的影响力已经到了这里 你们不是隔岸观火的看着香港 它已经到了你们的家门口 华为要集合全球人才拼未来十年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胡厚坤 星期三也就是9月18号表示 华为技术公司预计下一代5G无线网络的推出 将为公司明年的收入做贡献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胡厚坤当天在华为年度全链接大会上 发表主题为共创智能新高度的演讲 他表示 华为过去一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现在的华为确实不错 已经取得了近60份的5G合同 胡厚坤指出 华为今后的发展是连接与计算并重 他说 今后十年计算产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而未来五年计算产业的空间 可以达到2万亿美元 胡厚坤说 华为公司将在未来五年投入15亿美元 集合全球专业人才 替华为未来晶片以及运作平台打造软件 另外 华为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上个星期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的时候就说 为了解决美国的担忧 他愿意一次性向西方公司出售华为的5G技术 包括专利代码 蓝图和生产技术 对此 胡厚坤认为 任正非的建议并不复杂 可以帮助缓解西方公司对安全的担忧 报道说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认定华为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今年5月以来 美国商务部将跟华为有关的100个个人或组织 列入了实体清单 一直向该实体名单上的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个人 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 需要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放的许可 美国并说服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5G网络技术 报道说 华为公司否认美国的这些指控 认为这是华盛顿 试图遏制华为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以使美国公司获利 美国正考虑挑战中国新疆问题 在全球领导人下周将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 美国考虑就新疆拘押约100万 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挑战中国 同时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敦促联合国秘书长 公开的谴责中国在新疆虐待穆斯林的行为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将在下个星期的联大会议上寻求各国支持谴责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拘押政策 蓬佩奥今年7月曾指中国虐待新疆穆斯林是世纪之耻 报道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白宫在考虑是否让川普总统下个星期二 在向193个成员国的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 提及新疆穆斯林问题以及中国更为广泛的人权问题 白宫还表示 川普总统下个星期一将在联大会议上主持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的会议 并由副总统彭斯加以介绍 白宫女发言人格里沙姆9月17日表示 川普总统将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确实步骤来防止基于宗教和信仰的攻击 确保祷告之地和所有信仰公共场所的神圣尊严 此外白宫资深的官员还表示说 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在联大会议期间的一些活动上 也将谈到新疆的问题 但最终如何措辞的决定预计将受到中美两国贸易谈判问题的影响 另外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时候表示 联大不是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内政发表不当言论的地方 人权组织联民促联合国就新疆拘留营谴责中国 五家人权组织督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 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 拘留超过100万穆斯林 并且呼吁立即关闭政府拘留营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他们在一封联名信当中写道 这些行动将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人权问题之一 做出重要的贡献 报道说 这封信由人权观察大涉国际 国际法律加委员会 还有国际人权联盟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共同签署 外界对新疆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 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批评越来越多 人权组织指责古铁雷斯 未能够公开的解决他们的困境 报道说 这五家人权组织提醒古铁雷斯 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北京的说法可信 同时发给国际人权维吾尔人的行动 即非法拘留100多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 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措施 报道说 他们还督促古铁雷斯 会见维吾尔族代表 听取他们的第一手情况 白宫解密说 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取决于中共威胁的大小 白宫最近解密了一份文件披露 1982年8月17号 美中签署了817公报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同时发给国务卿 舒尔茨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一份备忘录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文件披露里根在这份备忘录当中指出 签署这项公报之前的相关会谈 是基于一项清楚的认知 也就是对台湾减少军售 得看台海和平状况 以及中共当局对其所宣告的寻求和平解决 台湾议题的基本政策是否延续而定 备忘录还指出 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 全然是中共当局承诺持续和平解决 与台湾的分歧为前提 众人应该清楚的理解 上述两者的关联性是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一项 恒久必要要求 背忘录还提到 美国对台提供武器的性能以及数量 完全看中共当局所构成的威胁而定 无论是数量与性能而言 台湾相对中共当局的防卫能力应该获得维持 报道说 这份文件是由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于今年8月30号签署解密的 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今年8月份的时候批准了对台出售66架F16战斗机 北京批评美国违反了一中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 min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